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技能目盾数界降临 逐渐发动数界降临 抓取前方目标 重点来了 当逐渐拥有4-6个二一点时 再次长按释放可以强化技能 但会消耗一个二一点 4-6的强化状态 强化后 逐渐会发动花数界降临 抓取前方目标 并在前方生成花粉 使区域内目标麻痹 若在隔档期间受到伤害时使用技能 逐渐会爆发查克拉 感知目标位置 在其脚下发动数界降临并抓取目标 同时减少冷却时间 技能目盾目人之术 逐渐发动目人之术 目人使用金刚拳 攻击前方目标 4-6的强化状态 逐渐发动目人之术 目人使用轰隆机 攻击前方目标 当逐渐隔档期间受到伤害时使用技能 逐渐爆发查克拉 感知目标位置 发动目分身 并配合目人攻击目标 最后本体出现在目标身后 同时减少冷却时间 初代经典 目盾秘券当然也少不了啦 配戴牵插时变为先法明神门 逐渐使用后封印前方目标 配戴一字连注时 变为目盾数界降临 增加了一定的攻击范围 奥益技能 火之意志 由其他三影发动其手 最后由逐渐使用顶上画活终结目标 随着查克拉的增加 奥益造成的伤害也有所不同 换句话说 查克拉越多 伤害越高 爆料就是这样 听魔皇我分析一波 注尖这个忍者技能都是围绕目盾来使用的 可远程可见战 近可攻 退可守 但前提是 必须配合强化机制来使用 技能数界降临不论在强化前还是在强化后 又或者是反击时都有抓取效果 但因为用途不一 所以我们在使用时要尽量注意 普通状态因为抓取时间较短 适合在连招过程中使用 强化状态抓取时间较长 适合在目标开启霸体或者卡时间 打血量差时使用 而反击则可以追踪目标 所以在博弈的过程中要防着对手的脱手技能 能躲则躲 躲不开 立即格挡 顺时还能起手对方 技能牧人之术同样存在强化前 强化后和反击状态 强化前攻击速度较快 适合打先手使用 强化后因为攻击范围较广且带有延迟性 所以更适合反手时使用 而反击状态因为最后的攻击可以追踪到目标身后 所以在实战中灵活应变很重要哦 会途逐渐在奥义后无法接技能 但五斗和六斗奥义的伤害会提升不少 所以这里就看实战中的具体情况 把握好奥义释放的时机啦 怎么样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六斗机制 魔皇表示我也是第一次见到 如果你也被惊到 记得给我投币鼓励哦 好